今年已经迈入第19年举办的金门中秋博状元饼 从8月1号开始会热闹到9月17号 因此县政府也在清金门镇总兵署 主持宣传记者会 在记者会中强力行销 清门航空站也有迎宾博饼 店家集装博饼 总兵署博豪彩 博饼相振赛到博饼的总决赛等等一系列的活动 无非是让全岛共同老列拼管工 那县府举办中秋博状元饼 今年是迈入第19年 那在2012年我们也获选加农部光群 台湾观光年历的国际观光活动 那我们这一次的博颂元饼 今天的博颂元饼 我们是在刚刚主持人也讲了 在8月1号我们热烈的开博 一直到下个月的9月17日 那这次的系列活动 也包括挂跨到我们机场的这个博饼体验 那我们总兵署这边 然后在我们的商家商店 那刚刚也特别有讲了这个Costplay 角色扮演 角色扮演 那很热烈的有这个乡镇的 还有最后一个总决赛 那在这个我们机场的这个迎宾 这个博豪彩 然后这个消费集张 我们集这个三个张 那我们可以抽万元这个豪礼 那再来这个我们这边的一个体验 这个博豪礼 这些除了我们这个让我们的观光客 能够去体验我们的博饼文化 我们也是结合了将这个我们特色的这个 特色的这个特产做产品 来来来大家来来博 博奖 那这样子的话也就促进了我们的观光的产业 根据金门县府的表示 今年中秋博状元饼是从8月1号到9月17号 而这其中也有机会抽中一公升弹庄的金门高粮酒 希望可以吸引更多的爱好金门旅游的观光客 共同来体验变装还有薄饼的乐趣